湖北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筹建于1953年 坐落于武汉的东湖风景区 因为曾侯以和月王勾建建 以及梁庄王出品过于震撼 2016年湖北省博物馆开始三期扩建 5年后三期新馆正式开馆 2020年湖北省博物馆评选出十大正馆之宝 这世间宝贝 渐渐都能颠覆你的世界观 云县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 1989年 湖北省第二次文物普查中 由村民提供线索后 在云县清区镇弥陀寺村 发现一件人类头骨化石 在1990年又发现一件 2022年又发现第三件 根据头骨特征 以及古地词法测定 云县人头骨化石 是来自距今100万年前的直立人类 远远早于距今50万年前的 舟口店北京猿人化石 距今70万年前的云南猿魔人化石 距今8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猿人化石 云县人头骨化石判断属于南方谷猿类 直接证明了华夏大陆板块 同样也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修正了人类起源源于非洲的观念 1992年 云县人头骨化石被美国的 Discover杂志评选为 世界50项重大科技成果之一 英国 法国 日本 韩国等报刊 也纷纷撰文报道 云县人头骨化石 作为当之无愧的重量级超级国报 目前悄悄地藏在北馆三层 一处击脚嘎啦的云县人专管里 你要是按照目前正常参观流线 很难发现 石家河御人像 新石器时代 同样也是很难找到的镇馆之宝 也在无人问津的北馆 御人像因为极小 就算你看到了都会忽略 御人像出土于湖北省天门市 石家河文化遗址 距今约4200年 天门石家河遗址 是1954年修建石龙过江水库时发现的 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聚落群 也定名为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御人像小而美 大部分为写实的正面像 并且方脸 橄榄眼 阴沟大鼻 这些御人形象表达的应该是当时的神族或巫师 也有可能是聚落的统治者 仔细看 这些御人像的五官造型与三星堆出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么石家河文化的古代居民到底是谁 远古金楚地区的古代居民正是古三苗集团 与姚舜宇的年代相当 石家河文化最后的消亡 这笔账很有可能要算在大雨的身上 重阳铜骨 商代 1977年 湖北省重阳县白泥镇大社村汪家嘴连降大雨 导致山洪爆发 4名村民来到河边查看水星 发现一件奇怪的东西 其他村民蜂拥而止 以为是发现了一件金骨 都想分一杯羹 是文化部得到消息后 火速赶来 发现这竟然是来自3000年前的商代铜骨 根据文献记载 这面铜骨极有可能是当时金楚地区 抵御商王武丁的重要buff道具 最终文物部掏出景期和奖金 说服村民进行交换 2018年 年近八旬的发现者走出深山 来到湖北省博物馆 与铜骨重逢 重阳铜骨由骨身 铜骨座和铜骨罐三部分组成 原型骨面无纹饰 骨身骨座 骨罐上均驻有商时期流行的云雷纹和乳丁纹 其实在很多博物馆 你都能见到商周骨的踪迹 但是无意例外都只剩下个底座 重阳铜骨作为目前出土发现 唯一一件商代铜骨 保存完美 所以堪称绝世瑰宝 不过商代的铜骨 其实在地球上 你能见找的还有一件 另一件则是在日本京都的 驻有全屋博骨馆 称为魁神骨 这件铜骨原为圆明园旧藏 它的流逝过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驻有全屋博骨馆 正藏有3000多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 除铜骨以外 还有非常出名的虎石人友 未来会详细介绍给大家 月王勾剑剑春秋 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 也就是现在的荆州市望山一号储木 当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 一定要早起 然后直奔北馆的二楼参观 这把上古神剑 因为你去晚了 不但要排队 而且通常是一小时起 关键最后你可能被挤来挤去 连当照片都拍不着 当时江陵地区新修水利 因为这一带名为纪南城 是曾经楚国引都所在 所以挖掘工作一直很小心 结果不出意外的发现了一片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墓葬群 专家通过各种陪葬器物确认 该墓主人名华 就是楚怀王时期的大贵族少华 专家们高兴坏了 如此大贵族的墓必定有宝贝 当光果缓缓打开时 在邵华身旁发现一柄古剑 考古人员顺势把古剑 从剑销中抽了出来 只见一道寒光 另一位工作人员的手臂鲜血直流 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坐不住了 赶忙拿来二十几张纸叠在一起 一剑划过 只对轻松变为两叠 2500年前的剑 没有一丝锈起 光洁如新 寒气必人 锋利无比 剑长55.6厘米 宽5厘米 剑手外翻成圆盘形 内柱有11道剑阁只有0.2厘米的铜心圆 剑身布满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 在剑阁正反面镶嵌有蓝色玻璃与绿松石 靠近剑阁的地方 用鸟虫书写着八字名文 月王纠浅自作用剑 这就是月王纠浅专门给自己打造的剑 而鸟虫书 这可是专门用来和神沟通的转体 纠浅是谁 在场的考古学家 大脑烧到短路也没想出来 最后远程一位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表示 纠浅就是勾剑 勾剑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纠浅的通甲字 也就是错别字 不知是哪位古人写错后 一坑就坑了几千年 而且还在持续地坑下去 那么月国的剑 为什么会出现在楚国墓中呢 目前有两种解释 一种为陪葬说 认为楚月两国一向亲密 楚昭王还娶了勾剑的女儿为妃 生下了楚慧王 因此这把剑很有可能是勾剑女儿的嫁妆 后来楚王把这把剑赏赐给了邵华 第二种为战利品说 史记和韩非子中都有记载 邵华是楚灭月的大功臣 而这把剑正是从月国缴获了战利品 邵华随真携带便是炫耀他生前的功绩 月国的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宝贝 谁拥有最锋利的剑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月绝书有记录 月王允长命欧爷子驻剑 欧爷子作为神兵工匠 奉王命来到矿藏丰富 山泉侵裂的战炉山 搭建茅舍铸造神剑 月绝书中更是记载了 欧爷子为勾建铸造战炉 纯军 圣邪 鱼长 巨雀这五把神剑 这把青铜神剑经研究后发现 其成分主要是由铜 锡 以及少量的铝 铁 镍 硫 等元素组成 严格按照不同部位 不同元素配比打造而成的合金剑 比如剑挤 含铜多 这样韧性更好 剑韧 含锡多 这样硬度大且更锋利 剑身上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 更是将不同金属粉末涂抹剑身 断烧而成 如此精妙的金属配比工艺 防锈技术 以及暗格花纹 还有剑手的同心园 至今都是谜团 甚至近些年在剑刃上还发现了掌金工艺 复合金属工艺 许多国家是近代台湾是有的 而2500年前的月人 已经开始变着花纹了 根据古迹中的种种记载 这把神剑极有可能 就是月舞剑中的纯军 关于月舞剑 未来会做一个专题片 月王勾剑剑作为神剑 当然逃不过出差的命运 1973年周总理特批前往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出差 1984年月王勾剑剑和死对头 吴王夫差矛 携手一起前往香港出差 1994年前往新加坡出差 因为新加坡的工作人员操作不当 造成轻微的损伤 1999年来到北京出差 赶忙迅速回家 2010年前往台北出差 2017年来到苏州博物馆 瞟了一眼死对头 吴王夫差矛 2019年则回到故土的浙江省博物馆 待了15天 月王勾剑剑在出土的时候 其实是雌雄双剑 湖北省博物馆的是雌剑 而另外一把雄剑 则是在国家博物馆 并且剑身下继续压着 吴王夫差矛和吴王合铝剑 雌雄双剑为什么必须要分开 这是一个神秘的风水局 这边就不挖了 1977年 一支部队在隋州雷古墩 开山平整土地扩建厂房 有细心工人发现 红色的沙朔岩中 竟然出现黑褐色的泥土 接着又看到工友们 捡着各种沸铜烂铁拿去卖钱 细心工人不厌其烦地上报 终于说动了文化部 由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带队 前往调查 经过探测发现 这果然是一座古墓 可惜有盗洞 而且已经完全进水 考古队长最终还是决定开挖 发现夯土层下用的是青膏泥 青膏泥下有大量的木炭 懂的都懂 直接表明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贵族大幕 紧接着竟然发现 一共有23具女性的遗骨 年龄分别为13至25岁之间 根据专家分析 这极有可能是牧主人生前养的歌舞技 并且随着抽水机的工作进度 超级变中也开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不仅如此 此墓一共出土了各类器物 15000多件 甚至还有九顶八鬼 直接升级到了天子的规模 顶鬼内竟然还盛满了昨天还没吃完的各种美食 这些精美绝伦的器物上 频繁的出现三个字 曾侯已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任何史料中都没有曾国的存在 直到2013年 隋州市文风塔墓地出土了一套曾侯于边中 上面的180字名文 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当年吴王河旅大破楚国 楚昭王逃到云国 云国国君不但不收留 还要杀了他 楚昭王又逃到曾国 曾国保护楚昭王城门禁地 楚昭王才逃过一劫 而这段历史 在左转与史记中都有记载 只不过旧楚昭王的不是曾国 而是隋国 除了平行宇宙的可能性 其实曾国就是隋国 曾侯已边中 关于边中具体的构成 用法 以及扭中 永中 伯中的区别 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大家可以回看新手村系列的青铜乐器篇章 曾侯已边中最下层悬的那只大伯中 上面记录了曾侯已去世后 楚慧王哭得像个宝宝 想起当年曾侯已是如何救自己的爸爸 带着爸爸不畏强敌一起欣赏音乐 所以在曾侯已下葬前 专门打造了这个博中连夜送来 曾侯已边中最让人震惊的 便是一中双音的中体结构 在1978年 1984年和1997年 古老的边中曾被三次奏响 后文物部决定 不允许再敲击2400岁的边中 于是在考古 历史 物理 升学激光等多个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100多人多年的研究下 最终复制出4套曾侯已边中 一套留在隋州 一套和2400岁的镇生在湖北省博物馆 一套在陕西黄陵 为祭祀大典专用 还有一套赠送给了隔海相望的台湾 在湖北省博物馆 你可以轻而聆听到复制边中的天籁之音 不过是需要预约的 这边友情提醒一定要提前预约 否则票真的非常难抢 曾侯已尊盘 这是公认春秋战国时期 工艺最复杂精美的青铜器具 尊盘整体造型文是极其繁如 结构极其复杂 尊体装饰有28条盘龙和32条盘痴 盘体上则装饰有56条盘龙和48条盘痴 其精妙奢华程度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是春秋战国青铜器的极点 巅峰神作 所以这件精美到恐怖的尊盘 到底是怎么做的 一派认为是施拉法 另一派认为是饭柱和焊接工艺 曾有专家用10年的时间 以施拉法复制尊盘 最终还是有不小的差异 所以各路专家认为 曾侯已尊盘是无法完美复制 工艺不可再得的逆天器具 这件由尊盒盘组合而成的器具 同样在用途上也众说纷纭 曾侯已目出土的九气之王 大尊佛 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兵舰 以及鹿角力鹤 云文精展等等 根本介绍不过来 只有你亲自去了 才知道什么叫震撼 一个历史上甚至写错名字的隋国都能如此 想想春秋八百诸侯国 太可怕了 我们继续说下一个吧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 战国 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金门包山楚墓 当时为了配合金沙铁路的建设工作 考古人员对包山楚墓群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其中最大墓的主人名叫少驼 是大名鼎鼎楚昭王的后代 官居左影 掌管司法 为楚国的第三大官员 楚人一向都拥有着神秘的黑科技 而他们的艺术在诸侯圈内 绝对算得上是百万粉丝 超级大V级别的存在 这件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 其实是七连外壁一圈的七画 拨下展开竟然长达87.4厘米 连 流行于战国时期 其实不如说一直流行至今 就是古代女子用来放熟子 迷你铜镜 粉底等专用的化妆盒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 整体描绘的是楚人贵族出行的场景 画面以黑漆为底 用近十种颜色在上面刻画出26个人物 四驾马车 十匹马 五颗柳树 一头猪 两只狗 以及九只大雁 五颗柳树作为分割线 将画卷按情节分为四段 情节相对独立 却又因柳树而彼此相连 这幅气画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辨识画是完完全全是个写实派 把26个人物的动作神态 仔仔细细的刻画了出来 甚至连飘扬的柳枝 正式的大雁等等都没放过 直接向我们展示了2000多年前 照片机的处地生活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 是一支最早的横向平移试点 首卷式作品 正式落神户图 韩西仔夜宴图 千里江山图 清明上河图的祖师爷 属于目前华夏 现存最早的长卷连环画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企画 虎作鸟架鼓 战果 2002年出土于湖北早阳市 吴殿镇的九连敦目 当时也是因为修建高速公路 而文物保护法要求 修路必须要绕开高级别的古墓 结果绕开了一号墓 没想到又撞上了二号墓 虎作鸟架鼓正式出自于二号墓 早阳九连敦 是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 叫做隋藻走廊 这件出土的虎作鸟架鼓 体积巨大 用香章墓制成 属于楚国贵族与神沟通的道具 主体由虎作凤架和一面鞭鼓组成 重心稳定 即使全力一击也不会倾倒 鼓声通体修黑漆 上面有多种色彩 会有凤虎蛇等装饰图案 2000多年前如此精美绝乱的工艺 完美地展现出 楚人超高等级的智悦记忆 也清晰地告诉我们 凤鸟就是楚人的福 九连敦楚墓 出土的器物基本为成套的五件 直接表明墓主人 就是当年的大夫级别 不过还有一个传说 相传九连敦墓里住着的是 一位楚国的无头将军 被楚王所杀 事后楚王心痛不已 为弥补过失 便做了一个等头大小的金头 莲挖九种后葬 将金头藏入九种之一 用来防盗迷惑后人 九连敦墓的墓主究竟是谁 至今未解 云梦睡地虎勤俭 勤 1975年 湖北云梦县新修水利 在名为睡地虎的农田里 一位农民一秋下去 直接打开了仙勤竹箭宝库 专家从天而降 因为棺果内发现竹箭 而棺果内又充满积水 专家直接连棺带水 全部抬了回去 从竹箭得知墓主人 是秦朝一位名叫喜的小官吏 喜工作有多卷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202枚箭为情绿十八种 位于喜的身体右侧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61枚箭为笑绿 42枚箭为情绿杂钞 都位于喜的腹部 210枚箭为法律答问 98枚箭为风整室 都位于喜的头部右侧 53枚箭为边年纪 位于喜的头下 逐年记载了秦朝王至秦始皇时期 秦灭六国的各种光辉大世纪 14枚箭为羽书 51枚箭为唯利之道 位于喜的腹下 166枚箭为甲种日书 位于喜的头部右侧 257枚箭为乙种日书 位于喜的脚下 从这1155枚竹箭能得到一个结论 喜应该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竹箭的内文末书为情绿 这是最早的隶书 直接证明了传书向隶书的转变过程 当然竹箭内容的学术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这些竹箭脱水密封后 一直保存在湖北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 基本不展出 也就是你基本见不着 神奇的金楚大帝 经常出土竹箭 1993年在湖北江陵 同样出土813枚竹箭 其中394枚为 世传千年三亿之一的归藏 元清花四爱图梅平 元代 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中祥市 明初藩王尹晋王朱栋之母 明史记载 27岁的朱栋英年早逝 而他的王妃悲痛欲绝 殉情自尽 当时明成祖朱棣为之正经 下令一定要后葬 所以自1998年到2004年以来 这座朱元璋儿子和儿媳妇的 合葬墓连续9次被摸 八九将军更是打动 胜达八米 其中两次乍穿地宫顶部 但最终都没得手 2005年 湖北省文物局坐不住了 决定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件镇馆之宝 元清花四爱图梅平 便是来自里面 墓中出土两只元清花梅平 一只是属于王的龙纹梅平 一只是属于王妃的四爱图梅平 四爱图梅平在肩部用清花 会有三只凤凰 在牡丹丛中嬉戏玩耍 副部则会有四种图案 分别是王羲之爱蓝图 陶渊明爱菊图 周敦以爱莲图 和灵合镜爱梅赫图 整体造型层次分明 反而不乱 属于元清花工艺的典范之作 目前全世界元清花词 真品只有400件左右 2005年伦敦家世的拍卖会上 元清花鬼谷子下山冠 便拍出2.3亿元的高价 有如此人物描绘图案的元清花梅平 绝对是无价之宝 不过元清花四爱图梅平有两件 还有一件在武汉博物馆 是一对夫妇在1978年 卖给文物商店的 2010年文物商店 与武汉博物馆合并 也就理所当然的 成了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今天介绍的这十件宝贝 有八件已经被做成了盲盒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凑齐 湖北大帝又称汉江大帝 又称金楚大帝 是楚文化的发祥之地 多少楚国的秘密深藏于此 而强大的楚国 又抢了多少国家的西式珍宝 湖北省博物馆 你要再不难参观 说不准哪天又挖到楚国的新秘密 然后又得扩建了 年ędbak 年备 年备 年轻 年轻 年轻